還有要跟主席請問一下 不可以來白河的進度問題 那目前是不是已經沒有最新進度 那也確定破局 那您怎麼看周刊現在講說 你是不是跟郭台銘那邊傾向來合作 甚至是由郭台銘那邊來推 來建議你副手 那你們之後的 科國整合可能會擔任什麼位子 那包括像高雄的李宁玄 也是還是邀請你來幫他站台 你會來幫他站台嗎 第一點 我倒覺得藍白河 我已經在很多場合去說明了 目前藍白河為什麼會說 好像大家覺得卡卡的 其實藍白河還是有進度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從那個政策綱領 總統的選舉 立法委員的選舉 選舉結束以後 立法院院長 副院長 委員會召集人 行政院院長 還有這個阻隔 那到日後的政治議案的合作 其實這個合作的範圍很廣 所以你問我說有沒有進展 我就有啊 因為每個部分還是大家 有共識的部分很多 當然最後只差在一個總統選舉的問題 其實總統選舉的問題 你要說沒有共識也是有共識 他只是在爭執說怎麼選會比較好選 對我來講如果要合作的話 當然是用最強的組合去選舉 怎麼會說我們要合作 然後故意用一個比較不好選的組合去選舉 這是我跟國民黨的爭執而已 至於其他都 還好都有共識 那你們選這個是這樣 對單一候選人來講 他最大的目標就是獲勝 選舉可以贏 對我來講是這樣 一些年輕的朋友 平常也很積極表現很好 人家說舉手之勞可以幫忙人家 當然我是很願意幫忙 這沒問題 像這種問題就是 我怎麼有辦法替郭董回答 這個世界上每一個人都是一個獨立的個體 可以合作 但是人家怎麼合作 我沒有辦法替他回答 事實上我也不知道 所以很多事情 我常說水到渠成 就是說在過程當中 所以我們台灣你知道 我們要慢慢習慣一件事情 就是很多事情要經過溝通協調 不是那種好像 好像大家坐下來 然後就開始分帳 你分什麼我分什麼這個 應該我們要建立一個更 有一種溝通的文化 我傳出之前韓國瑜跟您見面的時候 有明確說沒有侯科配的話 就只有侯韓配 那有這樣的事情嗎 韓國瑜沒有當面跟我說過 有侯韓配這件事情 我在跟他交往 在講話過程中沒有這一條 藍白河到底有沒有一個期限 因為現在離20號也快到了 那如果就是說這個 到總統這一局真的沒有辦法談成的話 會先來談立委這一局嗎 這個我已經講了很多遍 政黨合作有各個層面 其實到現在維持其他層面 我覺得談的都還不錯 只剩下一個總統有點卡卡的這樣 當然現在還是有很多人在努力 這個常常是這樣 很多事情順其自然 大家就心平氣和這樣 你有給自己設下一個 就是給雙方設下一個期限嗎 總統 如果心平氣和順其自然 就是沒有期限 沈復雄有說主席最後還是會上 藍白的這輛獵蛇 而且是侯柯配 那他有說主席這週就會決定 要不要上蛇 那想請教就是說 你這週就會和國民黨來討論說 到底有沒有藍白河 或者是柯侯侯柯配的問題嗎 這個是這樣啦 沈復雄是我的學長你知道 他其實很奇怪 你應該去問他怎麼會來問我 因為那個是他預測的 不是我預測的 你要問那個講的人 問一個被講的人我怎麼知道